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先生来为我们来分析 金教授您好 我们看到布林肯这次访华从消息宣布开始 中美双方都在降低外界的一个期待值 您觉得这一次的访问无论是从会谈的一个气氛 还是从双方发的这个新闻稿来说 总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基调 而这一次中美高层的这样的一个会面 会给中美关系未来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因为现在中美关系非常的困难 这个困难是结构性的 是长期的 所以就是双方有诚意 要改变这样一个下滑的趋势也很难 所以双方就保持低调 不希望期待太高 期待高就会失望 中美关系现在应该讲 从17年12月18号 特朗普政府发表那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始来 就开始变化了 然后18年3月22号 由特朗普总统签了总组 总统行政命令 单方面发起了对豪贸易战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 中美关系的性质就变了 从过去的既竞争又合作转向了竞争 这个虽然后来呢 拜登政府上来以后 用三个C来定义中美关系 就是竞争合作和对抗 当然它的核心是竞争 某种意义上讲 全面的战略竞争就开始了 所以这是一个大结构吧 中美关系走向了全面竞争 这个 应该讲美国方面动作非常多 虽然近几个月吧 中美有一点积极的互动 比如说5月23号 谢峰先生就出任驻美大使 在那个之前有接近五个月吧 中国驻美大使是空缺的 那个不太正常 所以谢峰到任就正常 另外就是有一些高层互动 比如说我们的商务部长王文涛 见了美国的商务部长 和那个美国贸易代表 对吧 那么现在呢 布林肯先生又来了 所以现在有一点积极互动 但是总体从结构上讲 中美关系的结构是不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保持低调 这个预期不要太高 是比较现实 那中方呢也多次说过 中美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 但是不能为了沟通而沟通 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其实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但为什么美方仍然是 一意孤行 言行不一致 您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中国该如何跟这样的一个美国 打交道 应该讲中国呢 对美国的政策比较稳定的 首先是重视 非常重视 另外呢 就是我们有几个基本原则 是习主席讲的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和那个互利共赢 我们的态度稳定 然后原则稳定 主要的不确定来源于美国方面 美国呢 现在对于战略上 把中国定为战略对手 一开始就是2017年 12月18号 特朗普时期的那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呢 是把中国俄国并列为战略对手 但是去年10月 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呢 把中国定为唯一 既有能力又有意图 改变美国领导秩序的国家 这就很麻烦 是吧 就战略上 把中国定为主要对手了 然后各派 现在都在打中国牌 好像很多人 很多美国政治家 不骂中国就不会讲话了 这是一个大情况 就是从国内政治背景来讲了 他那个访华情绪很重 访华成了政治正确 给中国讲客观的话 就边缘话 这是一个大背景 再一个背景呢 就是拜登政府 现在控制能力不行 美国呢 我们得承认 它是个多元民主社会 它的权力比我们要多元 协调能力本来就不是很好 拜登政府应该讲 协调能力是比较弱的 虽然他作为执政者 他也知道中美关系 再坏下去对美国也不好 他也得意愿稳定中美关系 跟他能力不行 所以这两个因素 把一个国内 美国国内出现了政治正确 反对中国的这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而且是一种政治正确 不反对中国就不对 给中国讲公正的话就不对 这个就不好了 政治气氛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政治结构 它非常多元 然后很多很极端的言论 拜登政府控制不了 所以就导致美国给中国发出的信号 就非常的暴断 有些信号不错 但马上就有负面的信号去对冲 搞得中国现在也无所适从 我就想反应 我也不知道哪一句话是真的 对吧 这个 这就是中美关系近年来 就是困难重重 波折不断的一个大背景吧 那近年来呢 您刚才提到的三个核心词当中的竞争 这个因素也是在中美关系当中 日益突出的 中方也反复强调说 不能搞你输我赢的恶行竞争 那么对于中美这样的两个大国来说呢 其实竞争肯定是在所难免的 那么良性的负责任的竞争应该是什么样的 中美要怎么样去实现它 是这样的 就是美方经常讲 中美关系是三个C构成了 Competition Corporation 还有那个Confrontation 三个C 虽然它讲得挺好 三个C 竞争为主 但是该合作也要合作 然后必要的时候也对抗 它从我们日常看到的 就是竞争就占了主导地位 而且有的问题在它走向对抗 那么中方呢 也不回避中美竞争 中国并不怕竞争 但希望是良好的竞争 健康的竞争 不要搞那种你死我活 零和反应 和一种合作共赢的思维 这个 比如说经济竞争 中国就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把那个饼做大 把那个蛋糕做大 但虽然可能比例有调整 但是每个人的 说益是绝对 说益是上升了 这么一种思维 那美国人呢 现在 我觉得他现在没有信心 这个跟中国公平竞争 没有信心 他就觉得中国的德 就是美国的失 所以他是一个零和反应 就英文叫zero上 这个 他这个零和反应思维 觉得中国的收获 就是美国的失去 所以呢 他的方法不是公平竞争 而是打压中国 比如说5G 5G技术中国领先了 那你美国发展5G不就完了吗 美国的技术技术多好啊 他不是 他打压中国 就不面临他 用行政所呢 面临他的那个盟友 不许买 不许 对 不许买华为的东西 这个就比较搞笑了 对吧 不符合市场原则了 这个 总之呢 就是 现在美方的思维 我觉得有问题啊 这个 太偏于这个 零和反应的思维 后面还是他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 后面是他的那个 这个制造业啊 这个能力不行了 美国力量的巅峰是1945年 就是二战的时候 是他力量的巅峰 后来呢 1971年8月15号 这个尼克松风波吧 就是美国就 就美元和黄金脱钩嘛 那个实际上 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美国 违犯了他跟世界的契约 原来美元跟黄金是挂钩的 所以大家信任美元嘛 有时候把它叫美金啊 后来呢 美国单方面 就切断了美元和那个黄金的联系 某种意义上讲 他是违约的 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吧 就是他这个违约没有得到制约 于是美国国内就金融业 一支的板 结果压缩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 所以中低端 就利润很低的那些产业 他就不要了 当然还留了很大一块那个制造业 就高端的 就利润高的 那利润一跌了 他不要了 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啊 就是制造业不完整 知道吧 然后现在制造业总量是不如中国的 去年我们中国的叫manufacturing GDP 就制造业GDP是美国的196%嘛 就差不多是美国两倍嘛 对吧 所以他就 制造业还是现代国家立国之本 知道吧 所以呢 他就没有信心了 没有信心 他这个竞争 我看就是那种 把对手往私立着 对吧 这就是现在中美关系的这个 一个问题所在了 就是美国强调好 他要竞争 中国呢 也欢迎竞争 因为竞争可以促进大家进步嘛 但是 我观察下来 好像中国更自信一些 这个 我们不怕竞争 我 有些东西我不如你 我承认 然后我都好好追就下来 对吧 但是现在美国好像不是这样 对吧 美国那个竞争 就是把对手给压实 这个 所以不再讲 就过去一百年了 中国的文人 中国知识分子 就瞎编一个东西 说那个有一种 东方式嫉妒 西方式嫉妒 说西方式嫉妒 是你比我强 我就好好学 努力 超过你 这是西方式嫉妒 东方式嫉妒 就是 你比我强 我就害你 现在看来这不对 现在总统是反过来 对不对 中国承认我们是法人国家 然后很多东西不如人家 我也好好学 我通过学习 不不不就赶上去了 美国反过来了 美国说跟你竞争 就是往死里整理 不敢跟你正面的竞争 搞一些下山岸的东西 搞一些市场经济以外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要说怎么竞争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 中国这个思路 一种双赢的事 迎接 欢迎 健康的竞争 那我们看到 拜登最近也是又谈到了 今年初的这个气球事件 认为中方领导层并不知道 气球的具体信息 而事件是尴尬多于紧张 那目前呢 政治是中美关系紧绷 美国大选的选战 也是已经开打了 拜登对于气球事件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 为什么会出现软化了 甚至去重新定义它 那么他的这一番表态呢 势必在美国国内会引发反弹的 这些他都不去顾及了吗 我理解是这样 这个气球事件呢 其实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因为据美方媒体报道 在特朗普时期 这个中国的气球 飘到美国 发生过三次 所以以前也有 因为我不懂技术 看那个技术专家讲的 像这种平流程气球啊 这个失控啊 飘移到别的地方 挺正常的 但是因为美国国内 现在不是一种反华 歇斯底里啊 所以就有人把它政治化了 那拜登政府定力也不够 哎呦 我就把这个事儿炒得很大 最后触动最先进的F22 把它打下来了 这个 所以它有一点 这个反应波动 政治化 另外就是把这个气球事件 跟那个原来说好的 布林肯国务卿法话 挂钩了嘛 以那个事件为借口 就取消了那个布林肯法话 从而对中美关系 产生了负面影响啊 那么现在呢 他说这个 他开始说这个气球事件呢 中国领导人是尴尬啊 大于那个紧张 这个这玩意儿 是他给自己解套呗 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 一个常见事件 这个气球 特别是平流程气球 飘移到别的地方 挺正常的 他现在 他要把它去政治化 所以就会 出来说 这不是中国政府有意的 这样呢 通过把这个事情淡化 这样他在 他恢复和中国高层对话 让布林肯来 就合法化了 对不对 然后 我还有另外一个理解 拜登现在真的很希望 实现中美高层对话 今年也是有机会的 因为今年11月的 那个APAC会 是在美国旧金山去行办 美国是东道主 那惯例呢 习主席都是会参加APAC会的 既然习主席要参加 又是在美国 这个本土 那么 两国元首见面的概率 还是挺大的 这个是现在拜登需要的 因为 虽然中美关系很紧张 虽然现在美国国内 都把中国当主要战略对手 但是如果 在紧张的背景下 还能够保持中美 这个最高层对话 拜登可以 在明年的选举当中 向他对手炫耀这个问题 知道吧 这关系你看 这么难处 这是很重要的关系 那关系挺难处的 但是你看 我还能够把握的挺好 是吧 又压中国 又控制这个反弹 所以呢 拜登现在有 从国内政治角度 特别是从明年大选的角度 他有需要 需要中美关系稳定一点 特别是需要中美的峰会 所以他就开始淡化 这个气球事件 当然效果如何 哪够好说 我们要再看一看 好 谢谢金灿荣教授 给我们来的分析和观点